我和丈夫不约而同的选在了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送给彼此的礼物都是让对方意外死亡 但只有我成功了 我刚刀完丈夫就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都几点了 还不赶紧死回来包水饺 是要把我们饿死吗 我看着地上不再挣扎的丈夫笑出了声 出来买肉了 马上到家 证文开始了 青青每日分享不一样的完结文 关注青青不迷路 公公将水饺塞进嘴巴里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紧张的 网上说狸猫肉跟猪肉不同 有些酸涩 我怕它们会吃出区别 用了很多调味品来压 所以当公公吃完 一个皱着眉头问我 这是什么肉的时候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猪肉啊 今天这肉是现杀的 应该没坏吧 没坏 好吃 今天这饺子鲜亮 我喜欢 我故意重重地输了口气 公公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公公生性多疑 为了利用它的多疑 完成我的完美复仇 我故意表现的紧张 局促了不少 好吃那您就多吃点 今天这饺子 就是专门给您二位准备的 前几天说我态度有问题 希望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 婆婆点头附和 还不忘教育我几句 也不是我说你 哪个老鼠不偷心 哪个男的没点花花肠子 他不过就是玩玩罢了 你还上高上线地跟他闹 你要是早跟今天这样 好好认错 阿晨能治愈气地离家出走 我N了一声 强忍着想骂人的冲动 离家出走 不过是找了个借口 去了温柔乡吧 妈 那您知道阿晨去哪里了吗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发消息也不会 公婆两人心虚地对视了一下 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你看你 又问又问 他昨天打电话回来说 要出差去谈个什么项目 消气了自然就回来 你别老打电话问他 我笑笑没在接话 很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这样等警察问我 为什么丈夫失踪了那么多天 不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可以大胆地说 是他们不让打的 饭吃到一半 儿子伸着懒腰 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妈 我写完了 说着就要去拿盘子里的水饺 我不动声色地拦住了他的手 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这饺子是特意给爷奶奶准备的 我把特意二字咬得极重 婆婆将饺子塞进了嘴巴里 阴阳怪气地开口 特意 你妈这是无视线殷勤 非奸极道 说不定啊 在饺子里给我们下了什么毒药呢 婆婆就是这样 总是害怕儿子跟我亲近了 就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 什么你姓刘 咱们才是一家人 你妈就是外人 或者是你妈就是个家庭主妇 一点都拿不出台面 奶像你爸爸 光鲜亮丽的 甚至会在我教儿子写作业的时候 横插一脚 你看你妈 凶得跟个叶叉一样 走 奶奶带你买好吃的 还是奶奶好吧 儿子皱着眉看向婆婆 奶奶 我妈为了给你们包饺子 辛苦劳累的 你怎么能这样 说他 公公有些不满 正要抬手打我儿子的时候 我岔开了话题 先吃饭 不能跟将死之人一般见识 晦气 妈您慢慢吃 锅里还有排骨汤呢 是今天买猪肉的时候 老板送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 又是饺子又是鸡翅的 你知不知道阿诚在外面 赚钱多辛苦 乃像你睁开眼光 直到花钱 我没有反驳他 只是点了点头 婆婆见我开始逆来顺受 得意的笑出了声 笑吧 笑吧 毕竟用不了多久 你就再也没机会开口说话了 不如趁现在说痛快 好日子 庆祝我脱离苦海的第一天 我心情大好的哼着歌 看向正在狼吞虎咽的儿子 小燕 老师说你们今天学了 哪吒的故事是吗 嗯 那你给妈妈讲一讲 儿子着急往嘴里塞了一口饭 拉长了音调在那背 哪吒是被他母亲怀胎三年才生下来的 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球 哪吒踢肉还母 踢骨还腹 公公趴地将筷子扔在了桌上 你这孩子咋回事 爷爷在这肯大骨头呢 你在那踢骨还腹 婆婆抹着饭的油光的嘴 谁不说呢 我刚把这肉塞进去 真是晦气 公公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去看他面前的两碗汤 婆婆碗里的全是肉 而他碗里的都是大骨头 踢肉还母 踢骨还腹 那最后哪吒活了吗 儿子点点头 用莲藕做了个身子 活了 公公看了看 那盘已经快要见底的呛偶片 再看看我 表情由震惊 害怕 愤怒 最后变成了惊恐 扔掉婆婆手里 还没吃完的肉 拖着他就跑了 我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背影 笑出了声 耸祸 以我对公公的了解 他肯定要去报警了 他生性多疑 今晚他吃的东西 我和儿子一点都没碰 再加上哪吒的故事 这足以让他挠不出 我杀了丈夫 丧心病狂的 把肉做给了他们吃的故事 我嘱咐儿子在家看电视 桌子都没收拾 就跟着公婆出了小区 果然 他俩冲了警察局的方向就去了 我站在门口 听到公公强势 而又调理的跟民警说着经过 我儿媳妇杀了我儿子 今晚他给我们炖了排骨汤 还给我们讲了哪吒踢肉还母 踢骨还腹的故事 警察有些无语 但还是耐心听他说 前几天我儿子出轨了 那个女的找上我儿媳妇 我儿子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过离婚 但我儿媳妇不依不饶的 我儿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我儿媳妇这种强势的性格 今晚居然主动跟我们道歉 这肯定有问题 Bingo搞定 你们快去抓我儿媳妇 听他惊慌失措的 把经过讲完 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小三上门逼宫无果 丈夫为了不离婚 失手杀人 多么完美的动机和理由啊 我拿出丈夫的手机 选中了小三死亡的照片 编辑发给了公公 爸 你快帮帮我 我失手把小情杀了 该怎么办啊 公公背对着我 我看到他被遗症 随后开始跟警察解释 哟 我误会了 我儿子刚才给我发来短信 是我误会了 这时我听到有警车开来 就急忙从派出所门口离开了 公公一向聪明 这点小事情不至于把他难倒 果不其然半小时候 监控就提示有人进了郊外的房子 那房子其实是刘嘉诚买给我公婆的 这件事我并不知道 直到那天杀死他俩 我看房本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 把小情人养在父母的房子里 也真是可笑 我敷好面膜半躺在床上 公公将灯打开 叫了好几声刘嘉诚的名字 都得不到回应 婆婆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儿子呢 你不是说带我来找儿子 公公一脚将婆婆踹倒在地 呲牙咧嘴 闭嘴 再叫唤老子宰了你 我冷笑着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婆婆 当初刘嘉诚出轨 我跟他闹离婚 被他按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 面对我的控诉 婆婆轻飘飘地来了句 男人吗 有几个不动手的 你要不是说话太难听 他是不会动手的 只是不知道 此刻他心里有没有反思自己 不该夺嘴 公公静止地走去了厨房 里面是我为他们两个准备的礼物 一具凉透了的尸体 为了能第一时间捕捉到 公公看到尸体时的表情 我在那个家的每一个角落 端了摄像头 公公倒吸一口凉气 吓得后退了几步 冷静了几分钟后 走上前冲着小情踹了几脚 确定对方没了气息后 他冲客厅的婆婆招了招手 他应该是预料到了 婆婆会大叫 提前捂住了他的嘴巴 很快我收到了公公发来的短信 你杀了人就跑 电话也不接 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办 我慢条思理地 将面膜接下来扔进了垃圾桶 选了一张刘嘉诚的自拍照 发了过去 高丽带追债的快报弄死了 我被打得半死不活 钥匙露面 你们也跟着倒霉 爸 你把他的尸体处理了 然后把这套房子 拿去找高丽带倾账 这样我就能回来了 等我回来 把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改成你的名 我从没想到 刘嘉诚会出轨 也真的验证了那句话 不到事儿上 你永远不知道 枕边睡的男人有多人渣 我和刘嘉诚是工作认识的 他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他追了大概半年 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 我身边的同事 朋友 包括他的领导 都对他的评价很高 刘嘉诚顾家 对孩子也很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占有欲比较强 我们在一起后 他就强迫我 删掉了几乎大部分的异性 因此我一直以为 他的感情会很专一 所以小秦找到我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不相信 然后就看到了 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视频 还有聊天记录 有那么一瞬间 我怀疑自己进了不良网站 我用了半天的时间思考 最后决定离婚 直到那一刻 我还保持着最后的体面 既然不爱了 那就和平分开 可没想到 刘嘉诚不是这样想的 我提离婚的时候 他笑着将我抱在怀里 怎么 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忙 对你的关心不够 那好 我明天就请假出去 陪你买东西 他每次都是这样 你指出他的一点问题 他会立马就改 直到我将打印出来的照片 聊天记录扔在了他身上 视频就不看了吧 太恶心了 他立马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求我原谅 遭到我的拒绝后 他突然起身 把我按倒在床上 我还以为他是和往常一样 没想到 迎来的却是雨点般的拳头 还离不离婚 离不离 我说离或者不说话 他都会打我一拳 中途公婆来吃饭 看到我被打 问了前因后 果不耐烦地说了句 真会气 又得出去买着吃了 直到小妍上赌戏班回家 他冲上去 想阻止刘嘉诚 却反被掐住了脖子 刘嘉诚说 老婆 我真的爱你 如果你一定要我离婚 那我们一家三口 就死在一起吧 我惊慌失措地 让他冷静 在我说了几百遍不离婚后 他才放开了小妍 老婆 你是真心的吗 为什么丧着一张脸 他抚摸着我的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儿子 我抹掉脸上的泪 顶着被揍肿的脸 抱住了他的腰 我原本计划着第二天 等刘嘉诚上班 带着小妍搬家离开这里 起诉也好 分局两年也好 总会有办法离婚 但没想到他在家安了监控 我推着行李箱打开门 他正叼着烟站在那里 手中的烟头 按在了我裸露的手腕上 脖梗处的领带一松 又是一顿暴打 老婆 你真的很不让我省心 这样我就只能给小妍请假 我们三个在家里待着了 我不明白 既然不想离婚 为什么要出轨 刘嘉诚给我的答复是 逢场作戏而已 跟一个女人睡的时间久了 会腻的 连婆婆都附和 男人在外面 谁还没个音音音音 只要准时回家 知道给老婆孩子花钱 那就是好丈夫 而更加可悲的是 整个过程中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 他们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娘家是不好插手的 我原以为让小妍请假 只是她说说而已 没想到半小时候 公婆就把小妍接了回来 刘嘉诚叫门反锁 不让我俩出门 自己在客厅跟小妍开视频 打情骂俏 她用行动警告我 我想出轨 那是我的自由 你想离婚门都没有 小妍每天都会问我 妈妈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 三天后 我第三下四的求了她好久 她才松了口 我看着镜子里 满身亲子的自己 动了杀心 这件事上 我和刘嘉诚 又重新找到了 身为夫妻的默契 因为第二天 我发现她给我买了 巨额意外保险 原来在婚姻里 想解决掉对方的 不止我一个 你说话呀 那现在该怎么办 婆婆焦急的声音传来 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监控里 公婆两个人 正对着小情的尸体发愣 我喝了口柠檬水 调整了个舒服的睡姿 该怎么解决尸体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 刘嘉诚当时 对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意外呢 公公碾灭手中的烟 随手扔在了柜子下面 你在这等着 我下去买编织袋 我的心跟着激动起来 要揭秘了 半场公公传着粗气回来 两个人合力将小情的尸体 运到了编织袋里面 趁着天黑 我去把尸体处理了 你一个人打车回家 到家后就假装跟我吵架 被我打 跪在地上求我 声音越大越好 知道吗 公公一直是这样心思缜密 所以让他处理尸体 是最保险的 妥魄离开后 公公将家里里歪歪的 打扫了一遍 从卧室里将房产证拿出来 恋恋不舍的妈撒了好几下 重重的叹了口气 揣进了口袋里 我跟公公说的是 我是趁着小情做饭的时候 将他杀死的 这倒也没撒谎 妥魄离开 我就马不停蹄地 穿上衣服往那边赶 不能错过揭秘的时刻 在路上的时候 我心跳如肋骨 甚至比当初 看着刘嘉诚死的时候 还要激动 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 我早就私下买了个套牌车 一直停在车库里 深夜郊区无人 我将车速开到了最高 结婚七年 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车就到小区门口停下 我从监控里看到 公公还在扎巴着嘴抽着烟 云雾缭绕的 一盒烟静 公公拖着小情出了门 上车就往南开 我隐约觉得 这条线路很熟悉 直到他在一个废弃的渔场停了下来 我才恍然大悟 只见公公将小情的尸体 扔进了一个渔池 瞬间里面的鱼 争先恐后地跳跃出了水面 昏暗的灯光下 我隐约看到 血液瞬间熨染了整个池塘 我顿时恍然大悟 一切都想清楚了 那里面是食人鱼 我以为刘嘉诚想杀死 我是最近才有的念头 没想到这盘气布了半年了 半年前 刘嘉诚突然盘下了 这个废旧的渔场 想利用起来 时不时的 就会带我来这里看看 对着破烂吹牛逼 原来是想让我无意间 掉进食人鱼池 真是好生的心机呀 不过也不算浪费 最起码帮我做了嫁衣 看到公公帮我处理尸体后 我转头就走了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人死在食人鱼池 被吃得干干净净 被发现了 就说是不小心摔进去的 发现不了也就这样了 隔天公婆破天荒的 没有来我这里吃饭 同时我接到了 高利贷那边的电话 他们说那笔债务已经清偿了 问我房产证 自己去拿还是寄过来 我伸了伸懒腰 这下终于可以消停了 可能是连上天都在帮我 公公城市后的第三天 连下了几场大雨 几条不安分的食人鱼 被冲了出来 好巧不巧的 冲进了郊区的庄稼里 咬伤了人 这件事被敏锐的记者秀到 进行了大肆报道 郊区突现食人鱼 到底是鱼群变种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随意饲养食人鱼有害物种 应该进行怎样的处罚 网友的参与度也很高 很快就把相关视频 讨论上热搜 食人鱼 请问红烧还是清朝好吃 还食人鱼呢 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吃什么 吃人啊 我草 不会是 我有个可怕的想法 剿捏食人鱼的团队 还是去了鱼场 新闻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还特意很贴心的 给公公打个电话 爸您看见了吗 咱们的鱼场有食人鱼 这怎么回事啊 公公那边沉默了很久 小声开口 阿诚这几天跟你联系了吗 我强忍的笑意 没呀 您跟妈说 不让我跟她联系 我就没跟她联系 这时 电视上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我打眼看去是 现场的工作人员抽干水后 发现里面有一具白骨 公公的电话突然就挂断了 更巧合的是 这次的鲨鱼行动 是现场直播的 警察很快就封锁了那个地方 鱼场的法人刘嘉诚联系不上 我和公公被传唤到了警察局 审讯我的是个姓孙的警察 他阴九般的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我 鱼场里发现的死者是隐情 你丈夫刘嘉诚的情人这件事 你知道吗 我冷漠且淡定 我知道隐情是刘嘉诚的情人 他曾经找过我 让我离婚 我丈夫不愿意 说着我撸起了袖子 露出了斑驳的伤痕 一旁的小女警 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你说鱼池中死的那个人是他 我并不知情 他用质疑的目光 上下打量了我几下 他死了你好像并不惊讶 甚至有些冷静 我点点头 我跟他总得死一个 但我没想到是他 刘嘉诚一直不同意离婚 他觉得男人麻烦 外面有些阴厌厌很正常 不影响家庭就可以了 但是小情他好像不太一样 即便小情三番五次地上门挑衅我 甚至追到我儿子的学校去闹 刘嘉诚都不舍得跟他断 也不舍得骂他一句 我能怎么办 我眼中水气阴晕地抬头看向孙警官 我只有求着他离婚 放过我 我什么都不要 车子房子我都不要 只要带孩子走 他却说离婚可以 除非我死 孙警官脸上的质疑少利息 你怎么不报警 报警有用吗 报警就能离婚吗 难道不是调解吗 起诉也没用 我没机会 他把我关在家里 断掉我的一切通讯 我怎么办 那你丈夫消失了这么久 你都不着急吗 我笑了 着急干嘛 回来杀我 再说了 公公婆婆说 要是我敢联系刘嘉诚 就打断我的腿 我安然无恙的被警察释放 临走之前 孙警官说 你不要离开本事 我们随时联系你 原本刘嘉诚的死 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发现他买了意外保险后 就开始对他言听计从 不再逃跑 也不再提离婚 无视他身上日渐浓郁的香水味 和白衬衣上的口红印 但刘嘉诚坐不住了 我这才知道 他的目的并不是不离婚 而是打算在无数次折磨我过后 假装疏忽让我逃走 然后意外死亡 我的计划是将车动个手脚 让出去偷情的狗男女 死在高速路上的 哪知道我亲爱的丈夫 也想到这一点 把车弄坏后留给了我 我们不约而同的 选在了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送给彼此的礼物 都是让对方意外死亡 但我们都没有成功 那天我俩大吵一架 他拿着行李箱摔门而去 好几天杳无音讯 很快我就接到了高利贷的催债电话 刘嘉诚这个贱人 借高利贷抵押了 现在的这套房子 对方威胁我半个月的时间 还不上就暴力催债 原本他是可以多活几天的 只是他活该 而且小情连续三天 给我发他跟刘嘉诚的闺房密室 事无巨细一一报备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怀疑小情看上的是我 为了能让他们 更快的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我提前行动了 我按门铃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刘嘉诚熟悉的声音 门开后 他脸上的笑容夹然而止 怎么是你 你来干嘛 我避开监控 微笑着一刀捅到了他身上 当然是来送你去死啊 我推着刘嘉诚进去后 一脚把门踹死 在来之前 我看了很多的知识 捧哪个位置疼 但不会致死 但又不好反抗 所以刘嘉诚哀嚎着 但又使不上进来打我 看着他着急又干不死我的样子 我笑出了声 我将他推倒在沙发上 急忙从口袋里 将盗上以泥的毛巾拿出来 捂在了他的嘴上 他瞪大眼睛挣扎了几下 晕死了过去 看着他这样狼狈 我突然舍不得就这样送他去死 不如玩一个游戏 我将他拖到卧室里绑起来 潦草地将门口打扫了一下 房子里到处都是甜蜜生活的气息 墙上的合照 桌上吃了一半的水果 还有情道浓处扔在地上的内衣 我捂着鼻子转悠了两圈 拿出带来的沙发店铺上 悠闲地看着电影 等着小情回来 刘嘉诚看的是一部完美案件的电影 上面的男人杀了妻子后 在警察面前演戏 最终获得了遗产的故事 看到男主把老婆推进泳池的时候 小情回来了 老公 我四目相对 他先变了脸 哟 是姐姐呀 你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买点菜 好好招待你 在小情看来 我是个无能的黄脸婆 老公跟着他跑了 还准备侵吞我们的财产 做彩礼 娶她进门 他引以为傲的是 看不见摸不着被我嗤之以鼻的爱情 他走向我 习惯性地开始炫耀 金镯子 大排包 大排鞋子 还有脖子上象征着爱情的痕迹 你们俩很久没有了吧 他说 跟你躺在一张床上 闻见你身上的洗衣液的味道 就恶心 我微笑看着他 你是不是很爱他 当然 我们可是发过誓 生一同亲死一同果 我点点头 没错 这是他微信背景图的签名 我见过 那就成全你吧 什么 他吹指甲的动作停顿 当然是死在一起啊 我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用泡过以迷的毛巾 捂住了他的嘴巴 拖进了厨房 为了让小情在做饭的时候 我一刀捅死他 这个证词看起来更真实一点 我没有绑他 任由他躺在地上 做完这一切 我拎着水果刀去了卧室 此时的刘嘉辰已经悠悠醒来 看到我晃着刀的那一刻 他眼中满是恐惧 别怕 别怕 我将刀扎进他的大腿 他被绑住的嘴巴 只能发出痛苦的呜呜声 这个房子是你买的吗 他额尖冒着细腻的冷汗 和平时意气风发的样子 判若两人 是就点头 我加重了手上的力度 他狼狈地点了下头 我满意地起身 出去找房产证 这套房子虽然在郊区 但盛在比较大 也能值不少钱 抵押给黑社会也是够的 我再次回到卧室 看着他正痛苦地趴在地上 刀叉大腿肯定很疼吧 毕竟当初他只用拳头打我 都让我疼得想去死 你还想离婚吗 我站在他的旁边 脚上红色的一次性脚套 有些显眼 他摇摇头 顶了顶嘴巴 示意我让他说话 我把手放在他嘴巴的胶带上 语气温柔的 像是每天给他打领带屎的样子 我给你打开 你要是赶叫出声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所以你乖乖的好吗 他点点头 刀叉大腿肯定很疼吧 毕竟当初他只用拳头打我 都让我疼得想去死 你还想离婚吗 我站在他的旁边 脚上红色的一次性脚套 有些显眼 他摇摇头 顶了顶嘴巴 示意我让他说话 我把手放在他嘴巴的胶带上 语气温柔的 像是每天给他打领带屎的样子 我给你打开 你要是赶叫出声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所以你乖乖的好吗 他点点头 我没有手软的 就将胶带扯了下来 伴随着一阵嘶哈声 刘嘉诚那张不干净的嘴 就开始喊 杀人 只可惜还没喊出来 就被我用内裤塞住了嘴巴 别嫌弃 你自己的 我在地上捡的 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恨意 和当初在舞台上 宣誓爱我一生一世的那个人 全然不同 我其实也知道为什么 刘嘉诚会这么费劲地折腾我 我们现在住的那套 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虽然写的我们两个的名字 但我们曾经有过婚内协议 一旦离婚 房子归我所有 他想离婚 但是他又不甘心 把房子给我 所以才想了这么一出借高利贷 钱到自己手里 然后把我的房子抵押 最后跟我离婚 让我消失 顺利的话 令我的死得到一大笔保险金 不顺利 最起码几百万到手了 如意算盘 打得批啪响 只可惜 他千算万算算错了一步 那就是保险的回访电话 打到了我这里 杀了小情 我放你一条生路 就当你没有背叛过我 我没有提过离婚 我故意隐瞒了保险单的事情 让他以为我现在的愤怒 全都来源于隔壁那个挑衅的女人 否则你俩一起死 你知道我这个人心狠手辣 什么也做得出来 刘嘉诚如我想象中那样 没有一秒的犹豫 呜呜地发出了我杀的口音 后事宜 我给他解开绳子 我摇摇头 万一你解开绳子 杀了我咋办 你先把人弄死 我再帮你解开 他倒也痛快 扑扶着往外面去 我牵着他身上的绳子 看着他像个去一样 没有尊严地在地上爬行 内心就升起了一丝快感 他的血在地上 划出了一道痕迹 到了厨房 他用手攥住了 我递过去的水果刀 他的后背上 还顶着我的匕首 我用水将小情拖行 刘嘉诚眼睛都没眨的 就将刀子捅了进去 小情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手在他的身上 乱抓了好几下 刘嘉诚没有停下 还是一下一下地 插在了他的身上 直到他不再挣扎 说来也很搞笑 他俩号称相爱 但都没想着 一起撞过头来对付我 而是自相残杀 小情死了 死在了他最爱人的手里 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 毕竟当初他追到儿子的学校 跟他炫耀 你马上就有小弟弟了 你爸爸就不再爱你了 可他不知道 我儿子一点都不稀罕 这所谓的父爱 刘嘉诚喘着粗气 摊在了地上 手上的小动作 被我尽收眼底 他在搁自己手上的绳子 我轻轻一脚 将他手中的水果刀 踢在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随后踢出去了好远 他很不满地看着我 狼狈的样子 看起来实在有些解恨 几分钟后 他接受了这个事实 举着胳膊向我邀功 你知道我来的时候 小情跟我说什么吗 他和你很相爱 生意一同亲死一同果 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 决定成全你们 我抄起椅子 砸在了他的身上 一下一下又一下 发泄着当初他对我的伤害 直到我筋疲力尽 刘嘉诚已经被砸得没了人样 我的胶皮手套上满是鲜血 雨衣也被写箭满 我小心翼翼地 取下了头上的面罩 这里的一切 看起来都跟我没关 即使警察查到我来的这里 但是我没有留下 任何不利的证据 甚至我可以说 我来的时候 他俩还都活着 这时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都几点了 还不赶紧死回来包水饺 是要把我们饿死吗 我看着地上 不再挣扎的刘嘉诚 笑出了声 出来买肉了 马上到家 所以你那天给你公婆吃的 到底是什么肉 他们说不是猪肉 是第二次到警局 孙警官开门见山的 问了我那个问题 我不懂 上次我已经表现出了 完美受害人的形象 他为什么一直揪着我不放 确实不是猪肉 孙警官没想到 我会直接认了 有些懵 是猫肉 我打听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的 我就是想报复报复他们 那排骨汤里 我还给下了解药 想让他俩拉拉肚子 这也犯法吗 孙警官摇摇头 不犯法 只是有些事情需要问清楚 你公公说 你想离婚 刘嘉诚不愿意 但是隐情一直缠着他不放 是这样吗 可能吧 我想离婚是真 刘嘉诚不愿意也是真 至于他和隐情之间 应该是有感情的 不然他怎么会允许隐情 三番五次的来找我 刘嘉诚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你知道吗 这没什么隐瞒的 更何况催债的找过我 知道 但前几天高利贷那边 突然让我去拿房产证 说是钱还上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孙警官有些调侃 你丈夫跑了你很淡定 他借了高利贷你也不着急 很厉害吗 我冷笑了一声 刘嘉诚失踪 至少没人打我 高利贷大不了拿房子抵押 都好过被刘嘉诚打死 旁边的小女警 来了孙警官一眼 递给了我几张纸巾 我也很想哭出来 但是一想到那些人都死了 我就想笑 借高利贷的和还高利贷的 其实都是你公公本人 你知道吗 我呀的一声 借高利贷的是我公公 孙警官将一碟资料递给了我 原来这个小情哄骗公公 进行什么暴力投资 一开始那俩老不死的 拿着自己十几万存款 赚了不少 便开始想弄底大的 正巧这时候 他们密谋弄走我这套房子离婚 于是公公主动提议 帮刘嘉诚保管这笔钱 结果他把这笔钱投资 现在拿不回来了 怪不得当初高利贷 打电话来要账的时候 非咬死了当初跟着一个女的 我这才顺水推舟的说 是小情哄骗界的高利贷 我当初还以为 你丈夫的手机信号一直在缅甸 他可能偷渡出国了 刘嘉诚当初离家之后 又买了一部手机 那部手机只跟公共联系 在里面我看到了 他们想杀死我的计划 放学接儿子的时候被车撞 游泳的时候腿抽筋 还有家里进小偷被捅死 这些死法的共同特点 就是几乎都有目击证人 这就是意外 只是最后他们敲定的 让我掉进食人鱼池的方案 没有表明出来 只是用了最后计划来代替 而刘嘉诚为人所知的那部手机 被我偷偷放进了隔壁邻居 偷渡去缅甸的行李箱中 缅甸庙瓦底垫炸园区 即使想把他抓回来 一时半会也没办法 我耸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孙警官 即使你现在告诉我他死了 我都不会难过 我再也不想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了 刘嘉诚每次打我 我都会喊得整栋楼都听到 所有的邻居都可以给我作证 我受了多大的伤害 走之前 孙警官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 10月3号那天 你几点出门买肉的 其他时间你在干嘛 小情就死在了10月3号 这个孙警官 还是那么疑神疑鬼 明明都有人认罪了 我侧着头断断续续的开口 那天是周六 我在家看着小言写作业 嗯 哦对 我那天还接到了高利贷的电话 我星期不顺 还骂了小言一顿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很后悔那天的失态 后来大概四点多吧 我记得走的时候 小言说到点了 就看经常更新的那电视剧 我就走了 对 就是这样 孙警官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 郑重地说了句 你可以回去了 哦对了 如果刘嘉诚回来 再次家报你 还是可以考虑报警 我点点头 离开了警局 10小时前 一声爆炸声响起 整个城市都跟着晃了一下 郊区的房子外面 婆婆跪在地上 哭天抹泪地叫着公公的名字 三楼的那套房子里 燃烧着熊熊大火 浓烟中还能隐约闻到浓重的汽油味 火被扑灭的时候 公公已经被烧成了焦炭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一封 公公留在家里的遗书 我杀了小情 他骗走了我所有的钱 我将他抛尸十人于尺 我罪无可恕 一切跟我儿子无关 我以死谢罪 警察刚刚找到还债的那套房子 公公就在里面 泼满汽油放火了 所有的证据都被烧成了灰烬 如今这个案子算是结了 哦对 至于刘嘉诚去了哪里 大约沉到了什么海底吧 沿海城市 倒也很容易不是吗 我把刘嘉诚的备用机找出来 删掉了上面 发给公公的最后一条短信 父与子总要走一个聪明如公公 很快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爆炸前公公还给我回了条短信 尘埃落定了 公公的手机在那场爆炸中 被炸成了碎片 什么有 笑信息都没了 我和刘嘉诚的这场较量 算是我赢了 脱货因为目睹了公公的死 得了失心疯 整天在大街上捡垃圾吃 我倒是很感谢他逢人就说 我儿子又给我找了个好媳妇 可有钱了 早晚把这个儿媳妇修了 以至于我但凡对他好一点点 所有人都会夸我 不少人向我提议 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都被我婉拒了 去医院还花钱 这种人不值得我花一分钱 反正说不好哪会没看好 就跑到马路中间撞死了 或者掉水里抽筋淹死了 又或者有人抢劫他出风头 被捅死了 公公出病的那天 我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来儿子 让我们干杯 小颜碰了下我的杯子 敬爷爷 他嗨了声 缓缓开口 敬爸爸 我对了一下再次说道 敬奶奶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后 我小声开口 敬死去的人 正闻完 翻外小颜天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爸爸对妈妈不是很好 虽然妈妈总是跟我说 爸爸只是没有安全感 但其实她不知道 爸爸私下总是偷偷看她的手机 翻聊天记录 老师说过 不尊重他人隐私的不是君子 我以为爸爸只是爱偷窥 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出轨 他出轨我是第一个发现的 最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我期中考试那天 我因为紧张 一直起来上厕所 就听到爸爸在客厅打电话 叫对面那个人宝宝 我闪回了卧室 纠结怎么跟妈妈开口 毕竟我们是她唯一的亲人 如果被亲人背叛 我不知道她该多难过 没等我告诉她 那个阿姨就找上门 那天我上完辅导班回家 就看到爸爸在打妈妈 我冲上前去阻拦 但无济于事 反而成了拿捏妈妈的工具 我偷偷告诉过妈妈 让她一个人走 可她却说 不放心 我想带我一起 那一瞬间我觉得 妈妈为了我妥协了太多 看到爸爸打妈妈 好几次我都想去帮忙 但每次都是帮到忙 直到那天 妈妈在周六那天 居然破天荒的 不陪我要出门 还嘱咐如果有人问 就说那天我不在家 我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我甚至有些兴奋 如果爸爸死了 妈妈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所以那天我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我出门 故意选在有邻居出来的时候 大声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大喊 妈 我走了 一会儿就回来 门半掩着 可以看到 我妈妈坐在沙发上抵一点衣服 比如我会在下午打游戏的时候 故意放妈妈之前的录音 不要打了 要开始绘画时间了 这样跟我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就能听到 比如我会在那幅画上 故意留下妈妈的口红 直到那个阿姨的尸体 被发现的那夜晚 我把之前做的这些准备 都告诉了妈妈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 哭得这样厉害 她不停地扇自己 跟我说对不起 她甚至没有指责我 为什么心机这样重 她说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但不是的 没有她就没有我 如果不是爸爸拿我的命威胁 妈妈是不会真的杀人的 所幸我做的这一切 都派上了用场 警察叔叔问我的时候 我洋装非常害怕 左一句右一句 我查过资料 这样的口供更真实 后来他们去问了邻居 我的同学都被证实 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事情全都结束的那一晚 我第一次没有在妈妈睡着后 听到她说梦话喊 求求你放了小颜 我再也不说离婚了 愿这个世界没有家暴 愿每一个爸爸 都去尊重和爱护每一个妈妈 全温暖